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一生人 不要祈求死了之後才去一個好的世界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現在已經是極樂世界 現在已經是天堂 外面環境多差是不是 多差 你們現在是不是叫做有瓦遮頭 有口好吃 起碼回到家 都會有人讓你看 讓你罵 讓你黑臉 或者你母親人在身邊 你也有朋友 是不是 你知道多少人 連這樣最起碼的都沒有 最必須的都沒有 我們要不要感恩 要不要滿足 所以你要找一個 你要過一個好的生活 不要想著 這個世界太多了 我以後去極樂世界 親近諸上善人 那個時候才是好的 錯 你的家就是天堂 一個人 生活環境很差了 生意又失敗 欠人周身債 太太又走了 等等等等 樣樣東西不好 我生無可戀 走上高樓大廈 要跳樓 被人發現報警 下面警察 張開了救生網 找人上去跟他說 一上去 先生說 你不用勸我 我決定死了 不是 我不是勸你 就是這樣 那些醫生就叫我上來 跟你說一聲 你反正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你反正都是跳下來死的了 想你的東西不要浪費 很多人等器官的 你可不可以把你身後的器官捐出來給他們呢 他就想一下 我都這麼悲 這麼苦 反正我都沒用了 他說好啊好啊 最後那分鐘都能幫到人 他說好啊好 我願意了 他說 他說好啊 那你可以跳 那我可以跳 那你跳 哎呀 等等 先生還有一件事 你既然是決定了 把你的器官捐出來的話 拜託你跳下去的時候 你保護著你的頭 保護著你的內臟 不要傷 他說 你瘋了嗎 我現在在三十多樓跳下去 你叫我的頭和我的內臟不傷 他說 你才瘋了 如果在眼前的三十多樓跳下去 你都不能夠保證你自己的話 你怎麼可以保證你死後 可以得到快樂 罵他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用這樣的態度 去解決我們一生 哦 那人都聽到 是呀 立刻怎麼樣 下來了 對不對 對嗎 對 對 好了 好了 我又當你決定死了 我又當你知道你自己死了 你會怎樣處理你自己呢 其實我跟大家說 可以知道怎樣死的作用 的主題 不是 我不是想你知道你要怎樣死 你會怎樣死 我是想你們知道 你們應該怎樣生 你們會怎樣生存 這個才是我想說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說可以知道怎樣生 你以為我是苦科的 哈哈 哈哈 我唯有是一個人生的大事 所以 要處理你自己 其實不是在你死亡之後 在你什麼時候 在生之前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你的死亡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你的生命 你知道嗎 如果你怕死的話 聽完之後 是呀 我真的要化 你日子好的又要化 日子不好的又要化 你有病的又要看得化 你沒有病的又要看得化 你現在病的 你更加要知道 沒有問題 什麼沒有問題 這個生命 我可以隨時放下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找藉口 為我們自己找藉口去愛惜這個生命 這個男生是厲害的 他很想認識那個女朋友 很想認識那個女朋友 於是想一下 怎樣呢 走過去跟他說 小姐 請問你現在幾點 他就說 哦 兩點半 啊 兩點半啊 你的錶是兩點半 我的錶也是兩點半 我們這麼有緣分 這樣就認識了 他要這樣找藉口 去為自己製造機緣 好了 如果你現在 你心裏面很多苦啊 很多傑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還可以為你自己作主 將他怎樣 轉一轉 你一下子丟不到不要緊 沒有人叫你丟得低 你告訴我 師父 我聽完你的說話之後 什麼都放得下了 你以為我信不信你啊 當然不信 我信你的話 我們個個都不用看光頭了 是不是啊 這麼容易的話 當然不能放得下 但你說 師父 聽完你的說話之後 我看得通了一些 我開心了一些 我明白了一些 我信不信 一定相信 這是我們希望收到的結果 你還可以處理自己 你還要把握 不要被身邊的人影響 如果你家裡有人 那些人呢 經常在那裡 嘻嘻嘻嘻嘻 你要想想辦法 疏遠一下他才行 那些人不會影響我們的 趁我們自己 還可以為自己作主 一定要為自己作主 一個人為自己作主 知道自己快離開了 就跟我太太說 哎呀 我都要立定遺囑 她說是的 這樣 我就打算這樣 大兒子呢 他又不會做生意的 我就想把那些家產呢 留給他 給他多些錢 那太太就說 嘿 大兒子的老婆 不是這麼聰明啊 你不要給他這麼多 那些嘛 不是會留給他外加 這樣的 那呢 老二呢 我覺得他挺精靈的 我就打算 將公司的那盤生意 交給他 當然不要啦 他很聰明啊 待會兒 他說 阿三仔呢 我就覺得 阿老三呢 穩穩陣陣 我就打算把房地產 給他就算了 他說不好 當然不要啦 房地產給我 他說喂 現在你死還是我死啊 身邊沒有人 會影響到我們 很可能是很愛你的人 很可能是很恨你的人 會影響到我們 但是我們要怎樣 能夠在一個 模糊不清 或者對我們打擾好心的環境之下 我們都能夠處理自己 特別是我們自己身後 在1905年4月 大科學家外印斯坦 他公佈了兩條定律 轟動歷史 轟動世界 一條是物質和能量互換定律 一條是物質不滅定律 他研究出來 物質乘以光速的平方 就等於能量 他說原來能量 物質 在某一個情況之下會變成能量 能量 在某一種情況之下會變成物質 水在受熱之下會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受熱之下升上天會變成雲 雲受熱之下變成雨 雨受熱之下下下來下來 明白嗎 循環法一個大循環 這個定律一出佛教的心經 人們就真真正正明是假的 他說物質是等於能量 能量是等於物質 於是有人就說 色不而空 空不而色 生不而死 死不而生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原來我們每個人 以為生命到終結了 沒有了 人死如燈滅 是啊 對 但正正一半 人死如燈滅 那個燈關了 它是不是還有少許能量 少許熱量 少許煙 這少許煙 可以在空氣中凝聚 升上天空 天空之下慢慢凝聚 變成另一種物質 植物是這樣的 動物是這樣的 人都是一樣 生命的原來生生不息 在這個世界上 是這樣不斷流轉 不斷循環 所以如果你說 人死如燈滅 對一半 你要加上下一句 認識了之後 可以再點過 那我們對我們的人生 就會怎樣 多一些希望 其實你說一生你要多長 說真的 有些九十五歲 九十六歲 一百歲 都還想多幾年 是不是 好了 你看看 蟲樹 柏樹 烏龜 它不用修行 隨便有幾百年 一千年命 有一種動物 叫浮游 一天命 朝生暮死就是它 早上它是出生的 晚上它就死了 只有一天的生命 在蟲樹、柏樹、烏龜 一千年是它一生 在浮游裏面 一天是它一生 是不是 是否只是相對 哪一個生命是最有價值 你在那個長度裏面 你只是能夠盡心盡力生存下去 這個就是最好的生命 但是偏偏呢 偏偏呢 我們不知道生命是一個循環 不知道生命是一個循環 這個環帶出了宇宙真理 帶出人一生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嬰兒子出生 要藍撩片 阿伯阿公老了之後 要藍什麼 撩片 嬰兒子出生 嘻嘻嘻嘻 他說的話我們不知道 到老了那時候 我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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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一嘻嘻嘻 我們一樣是什麼 不知道 因的 原來生命就是這一個循環 一個大循環 這個圓圈 於是你看一側 树有Nvern 是不是旋轉 还有背壳有裸纹 也是旋转的 最奥妙的你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一生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驱体上面 最顶那几尖 头顶 你是否有个旋纹 又是旋转 我们十只手指 是不是有纹 都是旋转 回去摸摸物体 十只脚指都是旋转纹 整个人生告诉我们 是一个循环 你死了就是表示你 旺生 佛教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不是死 是旺另一个生命 好了 反过来 你的人出生 其实就是什么 等死 明白吗 这个过程 我们如果知道了之后 哦 原来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是在这个玄音里转转的 但是这个玄音转得 我们就头昏眼花了 一个死字 生老病死 对吗 谢谢观看